王永珀这位国足顶级球员,相信大家都应该不陌生吧? 没错,他曾多次率领自己的球队在比赛中独冠,球队生涯到现在拿过很多的奖。 不过他却因为前段时间第一家录肚子的照片而为大家调侃白斩鸡不过大度的王永珀并不在乎这些,他仍然活跃在社交平台上。 今天他又发布了一条消息,越是困难的时候我们更不能退缩坚持到底,奇迹人欲不放弃不过刚一发,完就收到了无数网友的怒恶白斩鸡你好,这群白眼狼就是来中国骗钱的,虽然有喷的, 但是仍然也有很多真爱粉在鼓励王永珀王永珀,虽然现在被很多的网友怒队,但是以前在球队中的时候,却是实力非常强劲的一名球员,还曾担任过山东鲁门球队的队长呢? 要是没两把刷子谁能上任?其实看看国足现在的情况,已经非常好了,女足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屡次取得好成绩,男足也在各种球赛上大展身手, 发展的也是越来越好,感觉下一届的世界杯国足还是非常有希望的,你们觉得呢?